你看我们儿媳妇和儿子 多繁佩啊 我不同意这么回事 太漂亮了 怎么了 我奶奶又不见了 这 昨天晚上她就跑出去一次 是让你们学生给送回来的 又跑哪儿去了 那怎么办呀 需不需要报警啊 不用 不用 我去小宅看一下 她老往那儿跑 你等我一下啊 等一下 老板 这 这是 这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奶奶 你又糊涂了 这 老板 奶奶老叫念念念念念是谁啊 念念是我爸小明嘛 我爸不叫曾永念吗 我估计啊 我奶奶把这家小同学 当成我爸爸还有我爷爷了 奶奶 走走走 跟我回家 走走啊 咱们回家了啊 回家 远哥 她是谁啊 奶奶 你怎么总把我叫远哥 奶奶 她不是远哥 你拿出你的照片 照片 看看照片 照片啊 看看 是远哥 没错 奶奶 你 远哥 听我爸妈说呀 我奶奶以前是远近闻名的秀娘 后来呢 我爸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爷爷就参巾走了 这一走我就再也没回来 很多人劝我奶奶改嫁 但是呢 我奶奶觉得 我爷爷还是能回来的 就一个人把我爸拉扯大了 爷爷和奶奶的感情肯定很好 是啊 以前我奶奶还没糊涂的时候 没事就来这儿坐坐 就在那边的那个后院 那儿啊 以前有棵银杏树 后来啊 这块不是要拆迁吗 就把那棵树给砍了 就到那时候起 我奶奶就越来越糊涂 就记得每天得回这儿一趟 那房子要是拆了 奶奶该怎么办啊 再说这老宅啊 年久失修 奶奶总出入呢 她也不安全啊 是啊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我奶奶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什么事都不记得 也不认人 行 不打扰你们了 奶奶呀 走啦 我们回家啊 看远哥在这儿 走回家的 我们走 儿媳妇 儿子 来 咱们坐远哥这儿 来来来 远哥 你看我们儿媳妇和儿子 多繁配啊 我不同意这么回事 远哥 你说什么 没什么 真繁配 行了啊 那个 老板 你回去忙吧 奶奶在这儿挺好的 去忙生育吧 没事 放心吧 行 那就拜托你忙的 好的好的 回去吧回去吧 来 同学们 大家都别站这儿了啊 各忙各的 赶快 你们干吗什么呢 快去 奶奶 奶奶 你喝水 我不喝 奶奶 我刚才被你的爱情故事 敢弄得哭了 你就把那个秀法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把它发扬光大的 我不交给外人 你给你喝水 喝水喝水 奶奶 这个你看看 你好恶心哪你 不许笑 你开头 帮我劝劝奶奶 不劝 你有没有一点爱心啊 邦邦老师怎么了 像淼淼呢 她怎么把奶奶带过来 就不可能呢 不行 不行单元哥 好好好 奶奶 不 我给你跳个舞啊 你离我远点真是 奶奶 我给你跳吧 贾老师 跳得真好看 你 你可以求我吗 闭嘴 真 真心 连输老板请盒茶牌 来 谢谢 你在这儿干吗 刚老板说 爷爷和奶奶以前的那棵银杏树 就是种在这里 这儿 我猜那棵银杏树的样子 那个大概只有奶奶一个人记得 但是奶奶可能很快也会忘 学长 我有一个想法 帮奶奶制作主宰的模型 你怎么知道 袁哥 你渴吗 不渴 你饿吗 饿 饿呀 那我去把厨房收拾一下 一会儿咱们做饭好吗 好好好 您去 您去 那好 奶奶 我帮你 林开拓 老婆 你们俩一起去哪儿了 我有一个想法 你听听看 说 我们一起做一个组宅的模型 换一棵银杏树给奶奶吧 怎么样 我同意 我同意 明明你负责警官 你呢 负责画图纸 给我打孝首 和大模型 好 那就开工吧 把这儿收拾了